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 就送你们到这里了 这是在魔兽山脉 和迦马帝国交界处的一片安全之地 希望能够帮到你 两年之内 我会想尽办法 炼制出天魂融蟹的 我倒不信 这两股能量 真能耐我何 不可冒险 我答应过你的 绝不会是烟 时间不早了 你 也小心 你已痛过的伤痕 若是一件解决不掉的麻烦 便通知我 不管你在哪里 我都会赶过去 你 我会回来的 看着我 恨意一时压惑 心中恍惚 盛起的时事不错 其在海夹杂着泄落我 我要你看着我 我要你看着我 别去想所谓的那种种结果 拆开了这枷锁 只想忘忘 只想忘忘 暗闲的被暴露 去吧 保护好她 放心 她是我唯一的朋友 即便是死 我已会在她前面 只要护 心中恍惚 是 其在海夹杂着水落寞 我要你看着我 别去想所谓的那种种结果 拆开了这枷锁 下次再见 或许整个西北的日 都将为你折服 那一天 我等着 这娘们可真水灵 好久没有看见这种极品货色喽 抓得先给帮主 肯定能讨帮主换心 帮主那些女人我美多了 走吧 小爷 难道就这么算了 别走呀 大美人和小美人 撩下来陪我们玩玩 这还算大人吗 真没中 白夏的这两个小美人 跟了这么个闹窗 就是 这 穿过这个回廊就快到了 是魁狼帮的帮主 快查 小子 我这儿有笔账要找你算清楚 魁 魁帮主 让开 是你小子 在城门口伤了我魁狼帮的人 一群渣子而已 被打伤完全是他们自作自受 小子 你可知道被你打断守的 是我的亲侄子 那是他活该 今日你若能搬出一尊 让我忌惮地势力背景 那这个亏我就认了 不然 不用试探了 我们是独自三人 背后没什么势力 好强啊 没想到他竟然是一名渡皇 是啊 这次可不提到铁板了 这小子实力如此恐怖 这次真是瞎了眼了 在下记不住人 在下记不住人 这恩怨我记在心中 日后再来讨还 惹了事就想跑 接他三拳 接得过便走 接不过 我可以接他三拳 我可以接他三拳 不过这么小的女娃娃 要是被我打死 你可别招我麻烦 动手吧 不用留手 bija 不 啊 哦 哈 啊 呃 Nixon 绘胜 杀我 噤 你要 好 enslaved 对一个小女孩出这般重手 阁下是不是过分了点 少宗宗主 朋友误会了 在下黑皇宗少宗主墨衙 是这黑皇阁的管事人 这位小姑娘可不是寻常者 若是在下不多出一份力 恐怕会和魁刹一般狼狈 既是管事 为何先前他来找麻烦时 你不出手 这位朋友 在黑角域有些小冲突 再正常不过了 还请看在黑皇宗的面子上 将此事割下 如何 算了 此处不宜争执 不行 这黑皇阁还隐藏着不少高手 真要动起手来 对我们不理 知道了 奇怪 以小一仙的性子 怎会就此罢休 这次便罢 不过奉劝你一句 不要随便就被人当了枪使 既然事情已经结束 不妨由在下来充当向道 带各位去房间 也算是为先前的失礼赔个罪 此等小事 还是不必麻烦邵总主 不知朋友明慧 以后若遇上麻烦 尽管来找我 在这黑皇城内 在下还算略有薄面 严肖 邵总主 既然事情已解决 我们便先告辞了 莫 莫少 就这样放过他们了 那你还想怎样 我是让你来试探对方底细 你已经蠢到直接动手 莫少 我 如此绝美佳人 怎么能轻易放过 严肖兄弟 昨日实在抱歉 为了表达我的歉意 在下打算带三位去城中转转 若是有什么需要的地方 只管告诉我便好 好 抱歉了 今日 四言 回来 肺龙 少终主 小孩子调皮不懂事 多有得罪了 今日我还有钥匙 便不出门了 以后若是有机会 再请少终主一路 伦 本霄 很好 本手记下来 让那小白脸 也试试本小姐的拳套 今日便待在房中 不要再理会任何人 若真有强行碰门而入的 不用留情 放心 不会有任何人打扰到你 破宗丹 六品中的上品丹药 能令斗皇巅峰强者 在晋级斗宗时多一场成功率 且服用之人 即使冲击斗宗失败 也能稳住实力 免去降级风险 这些药材品质都不错了 这些药材品质都不错了 好 他都进去两天时间了 怎么还没好啊 炼丹本就耗时 急不来的 再等等吧 应该快了 这句话你都快说了十遍了 呃 他他他他要成功了 哇 这般动静 难道是七品丹药 不是 七品丹药承担时动静比这大多了 想起来 是六品丹药中罕见的上品丹药 没想到在这黑黄城内 竟然还有这等炼药大事 不知是何方神圣 看这动静 丹药都快达到七品之级了 就算是那祁山 也炼制不出来这种级别的丹药 嗯 没想到磨炎谷的人也来了 哼 竟然在这里遇见这群混蛋 不能让他们顺利回去 嗯 大长老 不知为何 那灰炮人总给我一种很危险的感觉 没想到苏谦那老家伙也来了 到时候连他一起杀了便是 我倒是比较好奇 这炼丹之人究竟是谁 这黑脚鱼 什么时候又出了这种级别的炼药师 不太清楚 此次攀卖会 黑黄城汇聚了各方强者 想必此人也是随之而来的吧 嗯 他现在处于承担的关键时刻 若此时受到打扰 丹魁是想 说不定还得遭到反噬 胆子倒不小 那先生想要哪种结果 这种级别的炼药师 灵魂怕也异常强大吧 靠近房间白衣者 上 这女子竟是一名斗宗强者 十夕之内 滚离此处 嗯 先退 与斗宗强者随意结仇 不是明智之君 我们湘门无意冒犯 你们是湘门的人 在下湘门门主 萧令 麻烦几位也退开一点 不要打扰当炼丹之人 嗯 小门竟然和慈禹认识 不要慌 他们的关系 未必那么好 嗯 只是为何从未听说过 黑角域有如此年轻的 女斗宗强者 难道是从黑角域外来的 啊 会更好 各位想必也知道 此次我黑皇宗拍卖的重宝是何物 诸位贵客 这里便是我此次黑黄宗拍卖会的压咒拍品 无提话提弦 无提话提弦 此物太过贵重 自然拍卖方式也有所不同 请有兴趣的朋友单独进入这个隔离空间内 拿出换取之物 老夫会从诸位中选取价格最高者 与他完成这笔交易 这倒不是为一个好办法 财不外露才能避免麻烦 不过请诸位按照规矩来 只能一人独自进入 那么诸位请便吧 你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不行啊 你的呢 让我看看 又是一名斗宗 这老者是谁啊 是鹰山老人 一较于果然窝虎藏楼 从这老者的气息来看 绝对是一名斗宗强者 看 鹰山老人被选中了 看来某些人拿出了更高的筹码 小爷 看你的啦 严肖先生 老夫可算是等到你上场了 这便是菩提化体弦 不知严肖先生 此次打算用什么物品来交换菩提化体弦 这是六品上品丹药 破宗丹 破宗丹 有了子弹 说不定牙儿就能踏入斗宗 严肖先生请在平章外等候 等我与宗内的长老商谈一下 再公布结果 嗯 那就恭候佳音 小家伙 敢和我争 小家伙 敢和我争 好 破宗丹能提升进入斗宗的几率 这两者对于少宗主确实都有无尽好处 不过 不过 快看出结果了 是啊 对啊 快看出结果 不过 经过老富裕宗内长老的商讨 这届拍卖会的最终胜者是 严肖先生 不过 怎么可能 一 一